風火 原來我剖board穎秘密碩 蛛絲馬跡被我記錄 炒起耍弱起起復復 世間萬無為我庇護 殺草 imply 對手交曐 堅韌暗記零 Pull壞 xim天出惡 逐江户弱 登原情仇江户鬥義 hey 走過刀傷或海龍湯溯雪 黑黑風高我的光芒照亮了虎眼 真相的火焰在我腦海浮現 陰謀歸計無法左右我的主見 任我一朝一世道光靜音現神通 粗暴安良為國為民我的下個夢 與你道不通把我傷不動 笑傲江湖像令狐中 讓我鬧天空像孫悟空 小龍虎毫無功 刀剪在我手無愧於天地 長生為我救守護江山反壁 累下著大修煉在夫婦之下 長生為我救守護江山反壁 小龍虎毫無法輸我的腹下 借我狐之大 要學會放得下 沒說說的就是你是我的你別拿 累下著大修煉在夫婦之下 長生為我狐之大 要學會放得下 沒說說的就是你是我的你別拿 當我翻開歷史書的這一頁 勢必揭開隱藏著的這一切 當我翻開歷史書的這一頁 勢必揭開隱藏著的這一切 大修煉 大修煉在此辦案 我看誰敢放肆 大修 大理寺 这大理寺今年就没人出过京 这哪儿来的小混蛋 不知天高地厚 在这儿招摇撞骗呢 让我看看 是柳大人在此办案啊 我想是谁这么威风 原来是雷公公啊 不过也是 也只有雷公公您 能使得出这半排程 好久不见了 柳大人 我倒是不知道 您什么时候出的京啊 雷公公你在后宫是否 若知道我什么时候出的京 岂不是坏了 后廷不问朝政的规矩 那就不打扰柳大人休息了 您办您的案 我请我的人 呦 敢为雷公公请的是谁啊 咱家是奉皇上之命 到太安请一位法号德庙的上师进京 德庙 德庙 公公 德庙上师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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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是德庙上师 施敬哪施敬 来人哪 赶快把人给我请出来 慢着 德庙现在是犯人 我看谁敢放他 犯人 皇上要请的客人 谁敢拿做犯人 雷公公 当初皇上下旨时 不知道德庙是罪犯 所以才以礼相要 如今证据确凿 当初的圣旨呢 现在就已经废了 属下自可不遵守 你 你却敢不遵圣旨 你 你想造反哪你 雷公公 你书读得少 我不怪你 你大概也不知道 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的道理 你是奉旨办事 我北斗司 也是直属天子 不用听从任何人的去世 你 你 你 好了好了好了 雷公公 请回吧 柳随风 你疯了吧你 你大胆 皇上面前 咋家一定告你一桩 你等着 等着 德庙上师啊 那只有委屈您一下了 好 你等着 你等着 柳随风啊柳随风 你真是疯了 北斗司好大的威风 连圣旨都敢不听 德庙 你犯下滔天大罪 此去京城 必死无疑 但你若归顺于我 我不但可以保你无恙 还能让你飞黄腾达 你若肯归顺于我 便点点头 你 虽然北斗司抗命不从 雷运并未救他 你出求车 可是 既然皇上仰慕你的生命 你以为到了京城 还会有牢狱之灾吗 此去京城 必要无惊无险 到时候 别忙了你今日的承诺 尝试好本领 难道脱困之日 岂莫忘了薛某啊 上师好本领 难道脱困之日 岂莫忘了薛某啊 我说 这都快下雨了 还不快给德妙上师 搭个棚子 没有柳大人的吩咐 小子可不敢 好我使魂不动你们是吧 好我自己去说去 柳翠峰 柳翠峰你给我站住 柳翠峰 我说柳翠峰啊 这都要下雨了 这德妙上师 是皇上要请的客人 这下雨要是给临病了 这怎么向皇上交差呀 还不赶快搭个棚 雷公公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这是求车 不是花轿 这这这 犯人就应该有犯人的样子 雷公公请自重 你 你太放肆了吧 好 把伞给我 本公公亲自上去给他打伞 我看谁敢拦我 让开 走 真是岂有此理 别担 them 太帅了吧 别担忍你 mów 哼 上师受苦了 您且再忍耐几日 等到了京城 皇上一开心 定然将您无罪释放 那就有劳雷公公了 只是 不知上师所为何事被捕 你不知道 我这 那两个死不开眼的东西 嘴巴紧得很 咱家打听了半天 也只是说 与一桩杀人命案有关 您看我 像是会杀人的人吗 不像 当然不像 上师为人贤德 怎么会杀人呢 可是 上师有偌大的神通 怎么会被抓住呢 就是太岁那个小子 从中作梗 太岁 太岁是什么人 太岁算是我一个小师弟吧 您的同门师弟 他怎么会与您作对呢 这个杂家就更糊涂了 我和他 本属同门 我的师父和他的师父 是同门师兄弟 后来 后来如何 那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不过就是一桩师门恩怨 不提也罢 这怎么能不提呢 这个事关重大 这关系到 关系到上师的清白呀 清白 你不是雷公公 你到底是谁 是你 你还没死 想让我死 没那么容易 可是你死 却容易得很 想要活命的话 就闭嘴 快说出我师父的下落 或许我可以饶你一命 要不然的话 命啊 什么人 你是谁 我呀 他几天没见 那么好的朋友 就不认识了 我亲手埋着你了 对对对对 我知道 不过这件事 得从头说 真的是太色 你没死啊 当然是我了 我还要跟你吵架 跟你拌嘴呢 过两天 我再给你骑几个 新的车号 是他 救助他 你再给我取出号 我别弄死你 刘大人 这人半夜三更 在这里 拉着一个木板车猛摔 行事疯癫得很 你还是小心点 六狐狸 说起这个木板车 那才叫可怕呢 刚才就跟着了魔一样的 向我冲过来 幸好我厉害 一拳一脚把他给踢碎了 要不然啊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刘光姑娘 他疯了 我没疯 他们都看见了 不相信 你问他 他看见了 那你问他 他也看见了 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就看见他 抱着个木板车 说一来 摔去一趟 你 好了好了别烧了 我会查清楚的 上哪儿去了啊小混蛋 在哪儿呢 给我出来 在那儿呢 你竟敢谋杀钦差 今天本公公让你好看 雷公公 这位小兄弟呢 是帮助本官 破获一桩大案的人 打毁你这件事 只是个误会 误会 他把本公公 一掌打翻在树下 差点让耗子啃喽 这是误会吗 误会 他这是一下翻上 最无可数 你是 谁无可数 雷公公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个孩子一般见识 太岁这次帮我破案 立了不少功 您就看在他 对朝廷有功的份上 算了吧 我向您保证 这次呢 只是个恶作剧 我回去一定好好惩罚他 让您满意 算了 咱家的仇咱家自己报 来着呢 在 把他给我带走 是 是 慢着 雷公公 实话跟您说了吧 其实太岁是我北斗司的一位秘密工人 我看今天谁敢动他 好 好 你是觉得 我们内庭的人好欺负 对不对 咱们骑驴看唱本 走这瞧 走 我告诉你 秀翠μα 你说他是你的人 好 得庙上师 是皇上要请的客人 如果 他敢对得庙上师再有不敬 那你们北斗司就得替他顶纲 走 进屋说 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 我这不是幻术也不是人平面具 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 停停停 我这是脸不是搓一把 你这使劲搓的 怎么回过来的 他怎么回过来的 我 我刚要问 德妙是真的把我害死了 你把我放进棺材 埋进土里 也都是真的 所以说你有起死回生的异能 是 我可以说是有不死之能 从小到大 我受伤之后就能够很快地恢复 起初我以为是因为自己身体恢复能力比较好 直到七岁那年 我因为调皮掉进了山崖 这 就讲实了 可是 你 想ge 雅 就 也是 我 你跟神仙一样 长生不老 怎么可能是长生不老呢 如果我真的是长生不老 我也不会长大成人了 我跟大家一样 也会经历中年老年 直到死去 当初听你说 你和德妙的恩怨时 我就有疑惑 以德妙师徒俩的心狠手辣 应该不会放你活着离开 而且那么多年不问不问 除非他们已经确定 你当场死了 没错 当时他们杀了我师父 又赐了我一剑 以为我肯定死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 除非我烧成灰 不然 我是肯定会复活的 最关键的是 当我醒来之后 师父的尸体却不见了 你师父也有不死医的吗 这绝对不可能 他没有这个能力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这些 耍我们很好玩吗 看我们为你伤心很好玩吗 你很得意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你听我解释 我师父 知道我有这个不死异能 猜到一定会有人 会觊予我这个特异功能 所以 他让我在外人面前 千万不能显露 我这才可以隐瞒的 这样的秘密 的确不应该告诉别人 如果换作是我 就算是生死之交 我也不会透露 太翠如今肯说出来 已经是对我俩最大的信任了 对你 你手ler 就行 24号 对 这是 听说第一百 konst 严 就是 一 几个 打開 鯊 臭亚 我真的是欠你 我从未听说过 有人拥有不死之身 你这个能力怎么来的 先甜的还是后甜的 我也不太清楚 以前小时候 我师父在山上给我采了 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吃 吃的最多的 就是一种叫太岁的植物 可是我师父后来也不清楚 到底是哪种食物 让我变成现在这样的 所以给你取名字叫太岁 如果真的能找到太岁这种植物 给洞明前辈研究一下 说不定就能研究出来 你到底为什么不死 你现在说的这些 是真的还是假的 与你们相识之后 除了那些性命攸关的大事 我再无任何隐瞒 你们爱信不信吧 你这个人怎么 好了好了 姚光也是好心 他把你当好朋友才会这样 你知道你死以后 他跟你办葬礼 有多用心多郑重吗 他走遍太岸所有的铺子 跳的都是最好的棺材和香珠 而且是他自己付钱 我们北斗司可付不起这个钱 你闭嘴 闭嘴 闭嘴 我说呢 那棵棺材啊可真是结实 我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它打开的 你说我倒是闷死了怎么办呀 怪我了 不怪你 我知道你也是全为了我好 这样 我给你道歉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原谅我吧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还想我怎么样啊 你不是有不死之身吗 让我把你脖子扭断试试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忘了昨天晚上的事了 大柳跟你说什么来着 现在啊 雷公公对你的仇恨还没有消除 你呢 就先戴上这个 装装样子啊 免得他说我包庇你 这 不是 等我还 雷影坚持要你下狱 我好说歹说 才能勉强松口 我和妖光商量了一下 你知道大摇大摆的 他们也会有意见 所以就暂时先委屈你一下吧 对嘛 念你得对君子 不得对小人嘛 那不是啊 那也不需要做那个破球车吧 你就当做戏嘛 可是做戏那有必要 戴枷锁吗 做戏做全套嘛 好了 我知道你大病出狱 才让你以车代步 天下间像我这么提提的人 你还上哪儿找啊 那个那个 你一会儿就跟薛良一个车吧 不行 我要当家 什么 没事 薛大人很随和的 你就当带个宠物吧 上去 怎么了薛大人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你这一路啊 能和我同行 是你的心理 我会好好陪你的 你刚才那么戏弄他 不怕他求后找你算账啊 你会告诉他吗 当然不会 虽说是戏弄 不过我也有意借此磨练一下他 这小子做事太不知轻重了 得像熬鹰似的 熬一熬他的性子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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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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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怎么了 雷公公 既然已经到了京城了 那就是咱家的地盘了 柳大人 这一路上咱家可都是听你的 现在是不是也该听听我的了 好啊 雷公公您想说什么 德庙上师是皇上请的贵客 你说他是犯罪了 那也得等大理寺审了之后 才能定罪 现在只是嫌犯 对不对 既然是嫌犯 又是圣上的客人 那如果现在把他打入大牢 日后如果是无罪的话 咱家怎么向圣上交代呀 所以啊 现在就不能打入大牢 应该在义馆安置 日后跟圣上禀明之后 再做定谱 柳翠峰 柳翠峰 千万不能上了他得到 别把这个妖女送回去啊 放肆 柳翠峰说你是北斗司的人 你当本公公就相信吗 不想跟你多起冲突罢了 你冒犯本公公的事啊 本公公还没跟你算账呢 雷公公 大家都是为朝廷办事的 德庙是重要嫌犯 我已经审判 你就把人带走 恐怕 不合适吧 你先把人交给我 日后咱家自由交代 我看谁敢动 你 天子脚下容不得你仨也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你的脑壳 够不够硬吧 你 文曲 放肆 让雷允先带着毒药 大胆 你等着 你等着 雷公公 这一路上 你对我们也不错 没有刁难我们 你敬我一尺 我还你一仗 人你带走吧 六岁放 还是柳大人会做人 好 人就给咱家 你放心吧 快 快来人 把上师给放下来 等一下 怎么了 这德庙是重要嫌犯 您把人带回去 若是人丢了的话 这个你只管放心 德庙上师在我手上 如果人不见了 你唯我试问 好 我们把嫌犯薛灵押入大牢 你怎么 好 走吧走吧 柳翠峰 你疯了柳翠峰 你怎么回事啊 柳翠峰 你疯了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你一路上 对咱家如此无礼 咱家岂能善罢甘休 咱们骑驴看畅本 走着瞧 柳大人 人犯已经押入天牢 我们也应该回去复命了 好 这趟辛苦了 不敢不敢 这办案拿人也是我的本分 何谈辛苦 大人 告辞了 告辞 喂 快把搜看 嗯 嗯 你们就是要乖乖乖乖乖是不是 我最终还是错看你们了 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放错得面 你知道他有多狡猾吗 这次把他放跑了 我们下次去哪儿抓人哪 他是不会跑的 他是不会跑的 你是什么人 你说有木板车攻击人 保护了德妙的事情 是真是假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了解那么多事情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当然是真的了 我这个人要是说谎 都变不出那么离奇的故事来 能自动攻击人的木板车 又是何人所造 他为什么要保护德妙呢 这个人 这个人一定不同凡想 如果他是单纯的保护德妙的话 那他早就该下手 更该把人救走 救其命而不救其人 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这个 年轻人 如果把德妙看得太紧 或者现在就把他给杀了 那么这一切 就不会有机会了解清楚了 说得也对了 要想顺藤摸瓜 就必须放虎归山 只有虎入山林 我们才能看到 隐藏在山林深处的那个 为虎做仓之人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想知道 想知道就跟我来吧 他是谁啊 想知道真相就随我来 老婆婆 好酒啊 掌柜的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男的 从这里经过啊 老夫刚喝了二两老酒 正犯困的 哪见过什么人呢 这 原来是你 你来得正好 这 荧光前辈 这是太岁 太岁 这是我们 北斗司赋防御事 荧光行训 你究竟是怎么弄的 这不是幻术啊 这幻术呢 可以影响一个人 也可以影响一群人 但是呢 无法影响所有见到你的人 但是 我可以 这一柔素啊 足可以一假乱真 那 怎么样 我就说过我们北斗司 人才济济吧 小伙不错 行吧 跟我到北斗司坐坐 怎么样 走了 好 请 这个地方就是太简陋了 上师 您先委屈一下 回头 带我进宫秉宁皇上 并再为上师另择地方安置 好 多谢公公 来 等等等等等等 皇承司 不对啊 你们说你们是北斗司的人 带我来皇承司干什么呀 你说你们 这位前辈 你怎么又换了一副模样啊 北斗司 虽然文明天下 但也是本朝最为神秘的一个衙门 所以架设于皇承司之内 如此方才隐秘 这位前辈他究竟有几副面孔啊 隐光前辈精通蕴绒朔 哪有几副面孔 就跟他准备几套行头 几套面具 不对啊 那你们平常都怎么认人呢 隐光前辈想让你认出来的时候 你自然就认出来了 我们北斗司 自有一套认人的暗号 只要与隐光前辈事先约定 他打出暗号 我们便知道是他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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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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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得了 谁管我们是否知晓红尘就此 谁推肯拿上空门朝朝无知 如梦如幻影 如火转身离断青丝 心火不灭了几时 才说醉生梦死 浪淘尽多少英雄 终小时还突年旧日盼 不复两城不忍辱 本无恨谁的英雄 往事爱恨皆无知 原来生无恨我名字 原来生无恨我名字 心火不灭了几时 才说醉生梦死 浪淘尽多少英雄 终小时还突年旧日盼 不复两城不忍辱 本无恨谁的英雄 往事爱恨皆无知 原来生无恨我名字